制定函数就这两段 方选有没有 成绩函数跟成绩多重函数 那它的结果就我刚刚给各位看的 如果这两段如果你不太会写 你其实你就可以先预先贴到这个底下 贴到哪里呢 记得贴到模组的最下方 反正它sub跟方选是可以混在一起 不会有影响的 那只要是方选的话 那它就是一个函数 函数的话特别注意就执行的话 不是像sub是在这边按执行 特别注意如果你要按执行的话 是sub执行sub 那方选的话是从这边执行 这个是不一样 可能要注意一下 因为我发现同学还是 有点没对着比较没有概念 或者不习惯 执行的话不是从这边执行 而是从哪边执行 从这边插入函数的时候 它会多一个类别 叫使用者定义 乘积函数跟乘积多重函数 差异就是说给一个平均乘积 回来的结果是合格还是ABCD 差别的地方在这里 好合格不合格 另外一个就ABCD 接下来的话我们来看怎么写 OK 写的方法呢 当然第一步我们也按部就班来 给各位 跟各位讲一下 其实呢 函数最大的差别 它是一个互动 也就是说跟Sub Sub有点像是 它做什么都不会问你 反正按下去 就全部做好了 那方权呢 不一样 方权是有点像 做什么你就问你 那你给它 对的资料 它就给你对的结果 所以如果你用方权 不跟它互动 是做不出结果来的 OK 跟那个函数一样 你在插入函数的话 一样也要提供它相关的资料 如果没有提供给它 它就做不出结果 这道理是一样的 所以怎么做 一 一样我们是插入程序 里面用方权 或者你用打方权 你可以打 你就打方权 然后什么 成绩函数 不过如果你记不起来 那个字的话 你可以插入程序 先点方权 上面的名称的话 我们叫什么 成绩函数 OK 这个名称的话 当然我们可以自己取 成绩函数 记得那个名称 不要跟其他一样 比如前面已经有叫成绩 你不要用叫成 那当然又会冲突 不OK 记得第二个选方权 按确定就可以了 底下的话会出现什么 一个方权 名称叫成绩函数 那我们是希望怎么样 我给他平均成绩 他给我是合格不合格 所以我的需求 所以方权思考的角度 一定要先想 你要跟实用者要什么 然后最后你要给他什么 所以是一个互动的过程 那怎么跟他要资料 记得 刮胡 这个里面就跟他 要输入一个什么 叫平均成绩好了 比如说我要跟实用者要一个平均成绩 那我就直接拿这边来复制好了 把平均成绩贴到这个刮胡里面 好 第一个 哎 这样跳出来 平均成绩给我一下 好 这个时候的话呢 实用者会把平均成绩放在这边 那我们就利用他 来做逻辑判断 那怎么判断呢 一样一复 如果他给我的平均成绩 假如大于等于 所以一复 然后他给我的平均成绩 如果是大于等于60分的话 空一个rem 然后做什么 enter两下 一样呢 打一个else 所以特别是这个可能固定的习惯 如果什么rem enter两下 然后else再enter两下 再打一个enter一复 那我是建议 你最好是养成好习惯 先把架构打完 再去填你要做的事情 千万不要急躁 为什么因为很多同学打完之后 都忘了enter一复 那城市就错了 所以特别重要 因为像这种VBA城市 最麻烦的地方 他是非常的吹毛求疵 你即便做了99分 其实也是0分 因为不能run 一定要完美 OK 所以不能有任何的闪失跟错误 所以这部分的话请各位注意一下 然后做什么呢 如果他给我平均乘7 我把它判断一下 然后判断什么 如果是大于等于60 那我做什么呢 我就把那个结果返还到储存格 叫合格两个字 前面是用sales的什么呢 输出到H栏 可是现在的话不一样 现在我不知道他游标会放哪里 所以特别注意 请特别注意 乘7函数 记得要放前面 意思就是说 他会把最后的结果先丢给乘7函数 等于什么呢 等于合格 那反之的话呢 就是不合格 OK 所以可能会比较有问题就是 这个地方哦 记得哦 下面ls ls就是什么 ls就是不合格 OK 反之就丢回去给不合格 那丢给谁呢 丢给这个函数本身 OK 好 比较容易出错的就在这里 因为很多同学都把这边写错了 那你想说 老师那为什么丢到那边 他可以放到里面 因为你游标放那边嘛 所以我们试一下 成绩函数 插入 有没有 使用者定义出来 成绩函数 按确定 他会跟我要一个什么资料 这个资料 那我就丢给这个什么 平均成绩 等于是说这个是一个引数 我把这个80分先放在平均成绩里面 那他计算完之后的话呢 会把这个合格呢 丢给成绩函数本身 那成绩函数因为游标在这里 所以他又把成绩函数的结果 又帮你丢到这个储存格 有没有 就有点完成一个循环 OK 类似像这样 然后按确定 就合格 然后向下点满 其他就OK 那如果要做成什么 这个多重的话 不是合格不合格 那其实改的方法 跟刚刚那个sub还蛮像的 应该有印象 1 把这个什么 Ctrl C 复制 2 Ctrl V 贴上 那这边的话改成成绩 所以特别 所以这边名称不能一样 所以叫成绩多重好了 特别说这边改的话 下面这边也要改哦 OK 所以这边把它复制 然后贴 贴过来 贴过来 OK 然后其他怎么改 其实跟刚刚一样 80分变成什么 A 有没有 然后呢 再一样把这边 这两行复制 Enter一下 back到前面去之后 贴上它这边多一个else Alif Alif 然后这边的话呢 就是70分 4B 然后再来的话 再复制 这两行 再Enter一下 back到前面去贴上 然后这边改成60分 然后这边就是C 剩下来的就是什么 D 好了 成绩多重函数改完了 OK 跟刚刚还蛮像的吧 然后把它再插入函数 多重函数出来了 给它 确定 ABC就出来了 好 这样子就大公告 那这两段云端上也有 所以请各位 当然是尽量不要死背的 因为这个地方 主要是要各位 了解这个 所谓制定函数的 它的一个 运作的一个 一个什么 一个流程 所以你只要这个流程熟悉的话 我想你要做出 你自己工作上要用到的 制定函数 应该就不是什么问题了 所以请各位试着把 制定函数部分 先再完成 等等 抹 好